最明顯的霸凌事件 就是我經歷過這五年半 應該沒有一個比這個更霸凌的 所以我常覺得臺灣最大的問題 就是在於事後不追究一哄而散 這個霸凌不只是態度的問題 可能是這個以前我們當兵的時候說的 吃兵的喝兵的拿兵的 就是說他去用權勢去逼迫他的下屬 去就範 這些事情在市場上如果不追究的話 從此會有骨牌效應 你會大家就是會喜而笑遊 那我覺得賴清德也真的很可憐 把一個總統做成了科長 他旁邊的這些從行政院院長乙將 都是酒囊飯袋嗎 副總統蕭美琴不會出面嗎 只會去搞軍購嗎 這麼重要的事情 完全看不到其他幕僚的身影 那勞動部長乙將這些人 你們又在幹嘛呢 其實我在這邊大力的呼籲 這樣的事情應該追究刑事責任 明顯的霸凌事件就是我經歷過這五年半嘛 應該沒有一個比這個更霸凌的 那你再看這個 這個 勞動部他們自己的這個調查報告或者他們對外的說明 你就知道為什麼台北地方法院的判決書會那樣寫嗎 他們的法官地檢署的也好做盡了這個壞事 最後判決還是判他們贏啊 然後就是關關相護 這是一個很糟糕的事情 所以我常覺得台灣最大的問題就是在於 事後不追究一哄而散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2023年就是去年3月巴西駐聖保羅處的處長王化之 他在那個他的住處墜樓身亡 最後整個輿論包括他的遺孫都直指他跟這個當時的外交部 巴西的代表霸凌他的先生有非常大的關係 我記得那時候媒體幾乎就沒什麼報導了 我們節目還是一直追 而且追到媒體都沒有談了 我們還在追 因為我覺得這個事情如果就這樣算了 那當然以後就會發生更多的事情 還有大家不要忘了 蘇啟成事件在日本我們駐大阪的處長被媒體霸凌 然後被這個謝長廷完全不當一回事 那謝長廷冷漠態度也等同於二次霸凌 所以結果讓這個蘇啟成親生 這一些事情你想想看連外交部駐大阪處長已經是很高階了 駐聖保羅的處長這都是很高階的外交人員 能夠會這樣子 可見在職場上的霸凌 這個霸凌不只是態度的問題 可能是這個以前我們當兵的時候說的吃兵的喝兵的拿兵的 就是說他去用權勢去逼迫他的下屬 去就範這些事情在職場上如果不追究的話從此會有補牌效應會大家就是會會喜而笑猶 那我覺得賴清德也真的很可憐把一個總統做成了科長 他旁邊的這些從行政院院長以降都是酒囊飯袋嗎 副總統蕭美琴不會出面嗎 只會去搞軍購嗎 這麼重要的事情 完全看不到其他幕僚的身影 那勞動部長以降這些人 你們又在幹嘛呢 其實我在這邊大力的呼籲啊 這樣的事情應該追究刑事責任 你會說沒有直接證據 人證就是證據啊 對不對 那這些東西都可以追究 你徹底的調查一次 我相信以後在公部門的職場霸凌的事情會大大的減少 台灣最大的問題就是媒體也好 政治人物也好 立法院更是如此 就是趁著這個新聞的熱潮一陣作秀 做完之後呢一哄而散 從此以後再也不管了 職場上最大的霸凌 莫過於當時現任的總統蔡英文 霸凌了包括林環牆賀德芬我還有其他一群 包括論文的開箱宇宙政院的同學們 我們都遭遇到政府司法網路的各種各樣的霸凌 到現在為止五年半了 有誰平反呢 在這邊我也要勸所有想不開 然後在人生當中碰到非常多的挫折的朋友們 當你看到挫折的時候 覺得日子很難過的時候 請你看政經關不了 你看完以後你會發現說 哦你好多了 因為還有一個被霸凌很慘的人 現在呢在牧羊 而且還遙遙無期 那我們現在的文武百官呢 每天還是一樣啊 還是一樣這個招搖過世 反而一副就是仿佛沒有發生過 那這是台灣史上最大的霸凌啊 我特別想要問就是說有沒有 這是一個現象 就是說在整個的執政黨的體系當中啦 然後呢一直延伸到這個公家單位啊 就是近期其實常常在講一件事情 用人為親這件事情 它有沒有可能就是整件事情萬惡的根源呢 彭P 民進黨這些年來的作為 我其實看得很清楚 以前我在客家電視短暫的服務過一年 因為那時候是葉菊蘭拜託我去 還有這個 那時候羅文嘉在當客委會 拜託我去過渡 因為他們前面的這個總經理被請走了 後來新的 本來他們要用的是客委會的主秘 可是後來發現有旋轉門的問題 就臨時開了天窗 他就拜託我去接 可是我跟他講說 我現在是台大的這個教授 我要接我要辭台大職 我說對我來講我並沒有這個想法 結果後來他們發現說 因為客家電視的這個專案 是一個政府的標案 所以可以用學術計畫的方式 我可以不用辭台大教授 我可以接這個案子 那當時我跟羅文嘉講說 好我說我只帶 帶到你們找到人 我立刻走人 這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 是我不支領一毛錢的薪水 否則我被人家說我是兼職領雙薪 這兩個東西我同意 我就幫你站帶過渡到你們找出新的人為止 這可能是我這一輩子 第一次正式的跨入與政治人物共處的 那個時候的我的經驗 我經歷當時的客委會 從當時的客委會的主委是李永德 然後李永德完了以後 就是他太太 後來他又當了這個客委會的副主委 他們在監督這個客家電視 那時候我就覺得公務人員 還包括當時這些處長 我覺得公務人員的態度真的 尤其是長官非常蠻橫 我就記得當時他們去調查我們有關於客家電視的一些相關的事 因為那時候很多人到這個客委會去參我 為什麼 因為我完全不受理 我完全不甩任何的官說 連送進來的一盒蘋果或者一盒橘子我都全部退 我從門房就把它直接退掉 那所有靠長官 因為客家電視一年有兩三億的預算 很多人要進來分杯羹 要做節目的 然後要包有的沒的東西很多 我完全不受理 我完全不跟這些人打交道 好多人去參我 那個時候我自己就經歷霸凌 我請假期間 客委會派人到我辦公室搜辦公室 他看到我辦公室裡面有沒有黃金美鈔 你說當時我是一個好心的教授 我是純粹去代班 幫你們過渡這個難題 我一毛錢都沒有領 你們怎麼對我 當然我這個人就很皮 我無所謂的 但我自己親身經歷了這個政府部門的那些人 所以我當時的兩個長官 我在客家電視當代理他們的執行長的時候 我的第一個長官就是李詠德 再來就是邱易營 態度都非常非常的不好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我想說你對我一個大學教授 來到這邊當客親替你們做事 都用這種態度了 那我請問你 你們對你們手下的那些處長科長 你們是什麼態度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民進黨內的一個文化 我常常講說國民黨像是一個有組織的幫派 還有倫理 民進黨呢就是路邊的 這個靠著扁鑽起家的小混混 所以這樣的一個組織文化 職場文化 會發生這種霸凌人致死的事情 我一點都不意外 可是我還是要那句話告訴所有的朋友們 我們不能改變壞人 但是我們能夠改變我們看待壞人的態度 你可以樂觀的面對 而且這些職場上的公務人員們 你們不用受這些壞人的威脅 因為你們有終身值的保障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就是被FIRE開UBER送外賣 人生重要的事情是活得坦蕩 活得坦蕩就能活得快樂 好在這邊呢 因為目前也有一個爆料 這個爆料呢 當然也有各方說法啦 這到這個時候 其實各個方面的一些爆料 然後後續就是大家就回過頭來再去求證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嗎 然後我先來告訴大家這個資訊是怎麼樣 就是講說謝怡榮這個人啊 就是出事被指控霸凌的這個長官呢 他很懂得向上管理 剛剛不是跟大家提到的這個關係戀嗎 就是陳菊 許明春 謝怡榮 那說是說這樣子啦 就是說呢 許明春呢在這個歡送會上啊 就是他那時候要從腦農部離開嘛 那歡送會上呢就是爆料 我先說爆料內容 就是說謝怡榮呢 準備了這個萬元愛馬仕絲巾 哇一條四巾萬元 然後說呢他向上管理喔 送給這個歡送會的 送給許明春送給長官 然後呢這件事情就引發了很多的討論 甚至啊還一度說 這個謝怡榮還說 欸誰送的比我好啊 變成了一個送禮大賽就對了 但這件事情呢後續有一些 算是澄清或者是說呢 再補充的講的就是有其他的名嘴 就是講說呢這件事情喔並不是真的 他做了一點解釋 但是這個解釋呢並不能完全的 就是說反駁掉推翻掉 就是說官場送禮的這個文化 為什麼呢他做了一個解釋喔 就是說呢送這個愛馬仕禮盒的 應該不是謝怡榮 然後再來說呢這個所謂的禮物 沒有破萬啦說多少八千八是不是 反正呢這個金額也是很高啦 然後呢還說了就是說 啊這個禮盒不是一個人送的啦 是職員們大家都很有心啦 每個人湊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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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送出了這樣子的一個禮物 但我其實看了這一番 就是替謝怡榮解釋的這番話 我其實看了之後更感嘆啦 就是說欸真的有送欸 然後呢送這麼 就算沒有破萬八千八也真的很驚人啊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文化 這樣子的一個風氣 到底為何呀 彭P也是看很多啊 然後對不對 我們還有這個寫淋淋的例子 白襯衫啊 當然這個情況不一樣啦 就是說如果今天是不同單位的 或者是說呢對外的 這是一回事 但今天這種是一種比較 直屬直系的向上管理這件事情 我看了其實還蠻覺得說 唉就撩臉欸 就是在台灣如果官場 都是這樣子的風氣 到底誰去照顧基層 誰又會去替老百姓做事 這就難了對吧 彭P 台灣喔 台灣需要一個川普這種個性的人 出來改革 需要把台灣的一個 這個將綱的政治文化 徹底的拆解啦 台灣有沒有福氣 那就要看台灣 三年半後 有沒有辦法走向一個 大破大力的格局啊 我看這個霸凌文化 我是這樣看喔 我當然我覺得我不會 也沒辦法我隨便去批評這個 謝怡蓉是吧 因為我第一個我不認識他 而且我們看到都是報導 但是我認為 勞動部行政院絕對責無旁貸 當一個單位有81個人 假設這個數目是真的 離職逃亡潮 這個單位竟然沒有被接受調查 也沒有人想要去深究 這裡面的管理出了什麼問題 這個我覺得才是最大的問題呀 各位要想想看怎麼可能公家單位 各位不要說公家單位 工作量很大壓力很重 你再怎麼重絕對比私人單位要輕得多啊 因為公家單位真的 你去看看我們告這些 不管是什麼中委選委會啊 什麼這些東西 那叫做撞破不用背啊 這政府就是你隨便弄 你事情搞砸你沒有事啊 台灣的司法官 你們還親生嗎 親生什麼東西啊 你們亂判惡搞 都沒有一個人有事啊 全部沒事啊 你判人這個無罪變死刑 死刑變無罪 通通都沒有事啊 那公務人員你相較於民間的企業 你再怎麼被霸凌 或你工作壓力再怎麼重 我覺得相對是輕很多啦 這個謝宜榮究竟是什麼樣的人 我想台灣的媒體很多人會去追啦 但是這個時候所說出來的話 對他個人來講 我覺得也未盡公平 因為他沒有回應的餘地 可是如果我是謝宜榮 這人不是我台 這事情不是我幹的 而且我覺得我對員工 是有所有為 有所奮激 我一定 我一定主動第一天就開記者會 接受所有記者的詢問 接受那個81個離職的人 來指控我 看我謝宜榮哪裡做錯 對不對 如果我比較嚴格 我覺得那沒什麼錯 如果我帶人接務有超越奮激 那請大家來指控 可是我覺得他會躲到最後一天都不出面 到了總統都出面 他才出面 這裡面有鬼啦 我個人認為 有些不可告人之處 不然不至於會用這種態度在面對 那我剛還是講那句話 整個社會輿論 如果就這樣子 頂多再經過三五天 這事情就沒有了啦 如果不能把這個人移送法辦 辦什麼呢 就殺人罪呀 對不對 你我不殺博人 博人因我而死 殺人罪是一種動機 或者是 如果你覺得 這裡面沒有辦法有邏輯去牽連到 親生的人跟謝宜榮之間的關係 或者是謝宜榮並沒有教唆 這個人去親生或什麼 那你至少是殺人未遂嘛 對不對 你這個動作也許沒有要殺他 但是他卻因為這樣子 那這中間是可以討論的 像這樣的例子只要進了法庭 經過幾次公開的審理 我個人認為啊 對台灣的社會 風氣的改善會有幫助啦 所以我在這邊要 其實我也可以勸這個家屬 親生的這位同仁家屬 就去自訴告這個 告謝宜榮 讓這個案子能夠 變成一個案例 也許最後會沒事 可是我覺得對於 後續的霸凌應該會有一些功用 那我也特別要看這個 立法院的這些滾滾豬公們 你們113個人 這個事情我看你們能夠追究多久 我常常說台灣最大的問題就是 這一些立法委員監督市政 全部都在作秀 當新聞已經不聚焦 鏡頭已經不聚焦的時候 他們就一哄而散 不管事情有多大 我覺得這樣的案子 在野黨你至少 執政黨也一樣啊 這事情是你們自己的家醜 你們至少應該組個三個人 五個人組個小組 調查這件事情的真相 直到水落石出 還有蘇啟城大阪的事件 怎麼沒有人追究 追究只追究到那個民間的民嘴 你怎麼沒有去追究到整個日本辦事處 內部有沒有什麼問題 還有巴西聖保羅的處長 到現在也是沒有人追究啊 新聞都沒了 一個已經過了好幾年了 2018到現在蘇啟城事件 已經過了六年了 就是因為沒有人追究 所以悲劇會不斷的發生 看起來就是說大家都在討論 自從賴清德上任之後啊 在司法方面呢 就是有一些大動作嘛 包含的是鄭文燦 包含的是柯文哲 然後現在呢 在整個的公部門職場呢 霸凌案連環報 好在這一系列的事件之下呢 加上彭P也爆了個猛料嘛 就是現在呢大概賴清德 恐怕已經是被 蔡英文提前留一手的 小美琴給架空了 那現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賴清德都已經把自己 降到一個如科長等級的出來 大家都說啊 是不是替謝榮洗地啊 就是說已經是淪為 這樣子的一個處境了 那他接下來又該怎麼辦呢 他真的能夠非常有魄力的 去做怎麼樣的整頓嗎 還是說他現在已經被架空到 大概做不了什麼事情了 來 我打岔一下 你們看喔 蔡英文去賴清德家 他走在他前面耶 你看這個畫面 你有見過你家客人 走在你前面的嗎 對不對 剛剛不是他下車嗎 賴清德 那賴清德的官邸耶 總統官邸耶 蔡英文好像去走廚房耶 還沒進門走進門 還走在賴清德的前面 一路領著賴清德往前走啊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 他這是表現出我比你熟啊 那我比你熟 可是這些人這是白人刀耶 我可以去我賣掉的房子 或我以前租的房子 然後按個電鈴就進去 然後覺得自己是主人 因為我比你早住這房子 這啥邏輯啊 你再看一遍 你說這當然蔡英文 這個人沒有水準這眾手皆知 賴清德被欺負也夠慘了吧 你看 你到人家家你會這樣子嗎 你家客人會領著你往前走嗎 所以那我說的那個蕭美琴的事情 這不是空穴來風啊 你看看台灣民選總統已降啊 包括李登輝也幹過民選 他不是民選的副總統嗎 吳敦義 蕭萬長 然後呂秀蓮 一路下來有哪一個副總統去管軍購啊 哪一個副總統被授予權利管軍購 還有陳建仁 大部分都不是深功怨夫 深功怨夫 反正被位元首 沒人叫你做事你就不做事 從來沒有一個人 向蕭美琴負責軍購啊 你就知道賴清德現在恐怕 恐怕是光緒皇帝吧 他現在的身份嘛 那如果是光緒的話 那他面對現在的這一切 他根本什麼都做不了啊 如果他有心要處理假設啦 就是他覺得說他要去對抗蔡英文 所提前不好的局的話 唯一的破除之道就是論文門嘛 但是如果他現在被架空的 一個情況之下 他又要如何出手 這沒有什麼啊 這個就很簡單啊 他就叫他旁邊的人 就直接去教育部調醫療資料 把他調過來給他看就好啦 對不對 外交部然後入出境管理局 看蔡英文什麼時候出境 什麼時候入境 拿來比對一下 就知道他在搞什麼東西啦 他光做這個動作 蔡英文就尿褲子了 你想想看 今天賴清德指示說 教育部把封存的答案 弄一份來給我看看 把外交部入出境管理局 蔡英文1983年一直到2024年 這段時間所有的入出境資料 拿來給我看看 蔡英文就直接在海外就逃亡了啦 通緝名單 中華民國通緝犯聯誼會會長 現任會長彭文正 就誠摯的邀請蔡英文加入會員了 對不對 入會費100美金就好了啦 不用多啦 所以賴清德 你自己的頭盤 你就做這兩件事情就好 這有什麼不對 我上台我查一下看看 外界說的沸沸揚揚的事情 是真的是假的 他只要做這兩件事情 事情就解決了 台灣的政壇從此以後就安靜了 那些爪牙們就乖乖閉嘴了 對不對 因為大家就知道說 這個事情隨時可以出手了 不用大張旗鼓也不用敲漏打鼓 所以那為什麼賴清德不這麼做 我也不知道 也許他有更大的把柄在蔡英文手裡 賴清德卸任 蔡英文卸任前一年 調查局的那個新店的電子檔案 是不是失火嗎 而且失火就只有那一間 那一間大火火勢猛烈 然後被撲滅以後就沒事了 那到現在為止已經過了兩年多了 也沒見到這個案子到底誰縱火 什麼事情發生 沒事一個房間會突然失火 而且電子檔案是其他地方都沒有失火 所以這中間有太多 我想大家智商五十七就可以想想到 就知道到底怎麼回事 那我也不認為賴清德是被掐著脖子 因為以他現在的位分不管是私生們啊 或者是他的這個抓耙子們 其實對台灣人來講更不在乎 我是說真的 連論文造假 然後整個學歷造假 40年用國家機器去欺壓善良的人 霸凌這個三位學者教授 這種事情都不當一回事了 怎麼會把這種事情當一回事 所以我說賴清德放手去做吧 被期待的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說按照彭P的這一套說法 去執行的話 應該要在如果哪一天 就是蔡英文真的 如同這個目前媒體所報導的 就是說年底的時候 有機會出訪美國 那就是在他出訪美國的時候出手 然後剛好呢 就是用蔡英文換彭P回來 是不是感覺好像不錯 對 因為案子水落石出 理論上彭P就能回來台灣啦 而且是安全回來台灣 那個舊英山辦事處把我那份手銬寄給我 我親自去把蔡英文扣上手銬 把他帶回台灣 這就是大快人心啊 我大膽的跟大家說 如果蔡英文敢來美國 我們美國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 一定會擴大歡迎她 擴大歡迎有很多形式啊 我們一定會讓整個美國政界學界 通通收到惡觀的書 而且呢 會提前召開一個歡迎記者會 這個呢一定要做 我等著被通知啊 我等著被通知 然後密切 我現在就是要做的事情 就是密切關注蔡英文的動向 然後看看他到底什麼時候要去 趕快跟那個長官申請那個出差費 這值得來一趟 而且我相信 太值得報道 賴清德過一陣子也要來嘛 但是好像不能過近本土 真的 他其實能不能過近本土 他如果真的想過近本土 我去幫他喬看看 搞不好我都喬得動 哎這個不是我跟你講以前喔 你聽我講喔 我不是在吹牛 以前什麼阿扁啊這些人 李登輝 李登輝訪康乃爾是民間人士幫他弄的 你以為是外交官弄的嗎 是台灣發帕那一群人 常年跟美國國會有拉比交好的人 哪些人我都知道 我只是事隔久遠就不用提了 國會我進去過好幾次啊 我還經過國會的議場啊 所以台灣的民間力量 遠超過這些外交官 這些外交官啊 連那個 國會議員的辦公室的 那個大樓的門房都進不去啊 因為 美國有一個Foreign Agent Act 就是外國的代理人 就是你們這些 Foreign Agent最明白的一個定義 就是說你有沒有領外國政府的 資助或者錢嘛 所以我們的 駐美代表像蕭美琴以前這些人 他是沒有辦法進 他在DC是沒有辦法走進 這些美國的公務部門的辦公室 包括國會 包括了他的國務院 跟包括他們屬於政府部門的單位 他是進不去的 他是被管制的 那我呢 我怎麼走廚房呢 我愛進去就進去 那真的 我還在裡面拍了很多照片 只是暫時不 暫時不 不要那麼高調嘛 雖然他們沒沒在怕 他們既然會跟我照相 他們就沒在怕 可是我覺得還是不要影響 我長期的布線的關係吧 對這個布局啊 不是到最後時刻 我們就先不公開啊 所以呢 滿期待如果哪一天呢 那個 就是整件事情了了之後 應該要把一連串的所有的工程名單 全部秀出來有沒有 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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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都在論文門的路上呢 大力支持過大力相挺過 然後也有願意了解跟 讓更多人的人知道這件事情 請 姐妹們從煩惱臉上細紋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西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父路全校精華 精華霜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我為我們要不要換 等待我們 挑戰 撲增淚 分元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